据2018年7月30日,南京市锦赛倒计时还有6天,近日参加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25名日本代表选手,在东京六本目召开了记者发布会。 从照片上来看日本的25名参赛选手阵容是相当的豪华,陶田贤斗在发布会上说,南京市锦赛他将打好每一场,以夺冠为目标,陶田贤斗见世界排名第六,他曾期连胜世界第一安赛龙,在今年的比赛中还两次击败李宗伟,世界前十的选手,除了林丹都被他一波带走。 在刚刚结束的大马赛和印尼赛二战超级赛中,获得了一亚一贯的成绩。 傲人希望是去年的市锦赛冠军,去年市锦赛上他和新德胡的110分钟大战,把不到最后一秒不放弃的精神诠释的淋漓尽致。 现世界排名第六,日本的另一名女单好手,山口西线世界排名本居第二,女双阵容正是令人胆寒。 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中,日本对战了三队,马来西亚公开赛中松高组合夺冠,一名公开赛中由菜花组合夺冠,松本麻又永远和可纳亚军。 日本女双在夺冠之路上,可谓是多保险,日本男双选手实力也不容小觑。 马来西亚公开赛中南双比赛上演的是日本内战,家村建市原田起步以2比0,21-8。 21比10战胜队友远藤大游渡边勇大获得冠亚军,井上踏斗金子右术印尼公开赛中,不敌苏菲组合获得亚军。 印尼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公开赛可谓是世锦赛的前哨战。 日本选手在这两战赛事中赚得盆满钵满,相比于大马赛和印尼赛日本选手获得了两冠两亚和两冠一亚的成绩。 国宇在这两项赛事中只获得一冠三亚和一个亚军的成绩,显得很是惨淡。 世锦赛抽签出了后,日本选手陶田贤斗更是笑开了花。 世界第一安赛龙和国宇四大男单选手扎堆上半区,让陶田贤斗的夺冠之路更是轻松了不少。 李宗伟、斯里坎特、清廷、孙万虎同桃田贤斗坐镇下半区,除了李宗伟胜过一场比赛之外,其余的选手都是完美。 道元希望和山口西在下半区避开了头号种子选手戴兹营。 在下半区的还有程石炫和陈宇飞,相比于上半区的戴兹营和冰雕、阴达农、马林下半区的千月较好。 男双比赛中,头号种子选手苏卡穆约菲尔南迪处于上半区。 同区的中国选手有小将韩城凯州浩东,原田喜武家村建士, 道一摩根森,金字又树井上踏斗,国宇的刘成张南,李俊慧刘宇晨, 和基廷、韩强坐镇下半区。 女双陈清晨、贾亦凡和杜月李欣辉都在八分之一区, 很有可能会在第二轮相遇,双方的胜者有望和八分之二区的玻璃拉哈游, 争夺一个四强席位。 另一对国语组合黄东平李文妹, 与日本的松友梅左纪高桥李华和松本麻又永远, 可可能在八分之三区,中国组合要想晋级八强, 必须通过这两对日本组合,混双国语实力要强于日本选手, 正思维黄亚雄线世界排名第二, 黄东平王一律线世界排名第三, 从抽签来看国语混双头号种子选手正思维黄亚雄, 和二号种子选手黄东平王一律分手上下半区, 避免了提前内耗的局面。 王一律黄东平下半区最强的对手, 是十六号种子选手渡边勇大东引有杀, 另外下半区的选手还有陈炳顺吴柳英, 邓军文谢颖雪,爱德考克夫妇, 相比于下半区正思维黄亚雄的上半区, 相对来说挑战性较小, 面对日本拳手的全面冲击, 中国队在世锦赛以及亚运会上注定一路荆棘, 甚至没有一个项目能做到, 金牌定死了, 就是我们的日人已全面崛起, 他们不是一夜成名, 而是经过了千锤百炼。